Cinology 文化 謝謝各位 主持人很會說 希望今天可以有一些限冊 給大家一些在製造業上的一些幫助 非常不多說 我來自我介紹一下 來自Signology 我是台灣的業務總監 我在我們公司担任了7年的CIO 今天希望可以跟各位來談到 數位轉型在資料管理的策略 Synarge我相信有些人其实是有用过的 但这边其实有的可能是来自于工厂制造端 所以因此还是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Synarge的轮廓 我们是从2000年做起来 然后我们做的是储存设备起家 因为有不少的使用者 把资料放在我们的设备上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开发一些 资料管理的应用套件给各位 我们也是不断的去听取 大家的需求 打造更多的资料管理的可能性给大家 Synarge目前我们总部坐落在于台湾 我们员工大概将近800位 今年其实应该会破800位 那我们在亚洲的布局 我们在中国跟日本都有分公司 我们在欧洲 我们在德国 英国 法国 其实我们有分公司 美国有分公司 那在全球的销售渠道里面 我们总共销售超过了120个国家 截至目前为止 其实Synarge如果有做统计的来说 因为企业不见得让我们去统计它 那如果有统计来讲 全球已经超过15万个企业用户 使用Synarge的Lars 我们销售出去的设备 已经超过1000万台以上 在全球的财富百大里面 一半有用Synarge的设备 我们视野拉回来台湾 我们在台湾百大企业里面 有一半也是使用Synarge的设备 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Synarge的轮廓 那今天主要是来跟大家讲数位转型 数位转型的前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一定就是要做数位化 那数位化到数位转型当中 我们就是看看在数位优化 我们有什么观点可以提供给大家帮助 在数位优化在资料上 我们看到了可能会有四个挑战 第一个可能就是资料的完整性 因为你资料可能四散在各地 你要怎么样收容起来 资料的同步的即时性 你资料在很多地方 你要如何同步可以快速 再来就是资料的再利用 做AI的利用 最后就是资料的安全 刚刚也有提到 主持人有说过 我们企业要永续发展 要规避风险 所以资料安全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今天针对这一part 其实我会重点的去讲它 那再来我们其实会以今天这张大图 来跟各位讲这四个主题 这张大图整个会后 大概简短了30分钟到35分钟 各位就会理解了 逻辑上就从各位的左边 讲到右边 再讲到下面 所以这是第一块 资料的收集 资料的同步 AI的应用 到下面的资料保护 那我们就要即将进入 第一个主题 就是资料的收集 好 我们已经热身了 今天很吃香 讲第一场 其实大家应该是非常有精神的 大概问一下刚刚有说到Synology有几间分公司 答对有讲 举手有讲 都没有人举手 不用填问卷 好我们有六间 加总部总共 对 待会可以来找一下小弟在那边 我拿个小礼物给你吗 谢谢 好那我们进行第一个主题 已经热身完了 我们再讲 这个是很多资料 在很多地方 我们要如何收集它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现在工厂在制造当中 任何一个机台 你可能都要收集它的log 或者你的产线 在生产的时候 你会引进 我们去遇到一些案例 它是引进一些摄影机 去拍摄你产线的生产流程 然后去分析你的影像 看你的品质是否有不好 来加速你产现quality的验证 那对于这种 这么多机台来讲 有这么多的设备在收容它 如果是像这种高速摄影机 在拍摄 哇 资料量又非常的大 你也不晓得说 这些资料是有用还没有用 你可能要买很贵的 外商设备来储存 这时候会是你的痛点之一 第二个痛点呢 就是说 你有沒有机房去存放它 这第二个痛点 第三个 你接下来 你会想说 我到底要怎么存放 怎么收容 会不会有很多 抑制性设备要整合 这可能是你第三个 会考虑到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架构 这个架构是这样子 就是说 下面有所谓的 机台1到机台N 你可以因为不同机台 所需要的 摆放不一样大小的NAS 我们的NAS 有小台的到大台的 那这么多的NAS里面 你要如何再做资料的收集 其实上面 我们打造了一个备份套件 叫Hyper-Becca 可以统一的把所有NAS上的资料 统一备份集中到最上面的机器 所以这是一种的 那下面这个其实有一个图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机台跟NAS之间 是透过档案传输协定的 也就是透过一般的NFS Samba 或者CIFS 你还是需要自己写Script 但Script其实不难写 可是现在很多的机台 已经进步到说 它其实是有 Embedded OS的 也就是像下面这个 像这个机台1到机台N 它的概念图是说 这些机台 其实是内建有Windows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Synargy 本身就有 这种Windows的Engine 可以装上去 设定好之后 这些机台 所产生出来的资料 已经跟上面的机器 已经设定好 做同步 就可以把资料给传上去了 所以这就是一种 机台不一样的应用的 资料的收集 那除了机台收集之外 其实办公室多点 也可以这样子的使用 那回归到资料的收集来说 我们其实Synargy的强项 就是在做资料的集中 冷资料的封存 跟大数据资料收集的分析 对于不同的资料 我们会给予不同的空间的规划 所以让我进入一下 工商时间一下 Synargy推出了两款机器 这一款 第一款 这个是4U的空间 4U多大 一个机台来讲 其实它还好啦 高度不会很高 可是它可以插到60颗硬碟 那旁边这个呢 是2U的空间 它只能插12颗硬碟 那这样子有什么概念 下面有一张适应图 主要是这样子 你同样的是60颗硬碟 旁边这个只需要4U的空间 就可以让你插到60颗 左边这个呢 另外应该是你的右边 这个你要插到总共5个设备 占到你的10U的空间 那有人会想 那我就买4U的就好啦 其实应用也不一样 如果说预算足够 你当然一刚开始可以买4U的 可是一刚开始你可能觉得 我的资料量没有这么大 我可能规划2U的就好了 但我又不想被局限住 我未来也要扩充性方便 所以这个时候 右边那个反而非常适合你 那额外补充一下 左边那个啊 其实它额外可以再串到4柜 所以它加起来可以到300颗硬碟的大小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说 一个4U大概就是将近1PB 5个大概就是4PB 4.XPB左右 可以达到非常大容量的储存 那我们再回到工商时间服务已经结束了 回到第一题 第一个主题 这个示意图就是说 刚刚举的是工厂 下面这个呢就是说研发资料 订单资料 使用者资料 你的资料分散在很多地方 可以透过不同的NAS收集完 再透由Synarge打造的一个备份软体 统一把它集中到某一台NAS去 所以这是很多资料收集的一个挑战 Synarge有打造对应的解决方案 希望可以提供IT 或者提供各位生产端 可以有一个商业价值往上提案 那再来就是我们来谈到第二个议题 就是在资料的流动里面 其实往往的很多时候 是需要可以分享很快 可以需要有一些自动分享的功能 我们一样以案例来带 上面这个图 你把它想成说 这个是你总部的资料端 下面就是你工厂一到工厂三的资料设备 那这个时候 你想想看 总部 这个案例是这样子的 某一个工厂的设计端 把设计图档画好之后 它就放到这里来 然后呢 因为这里有一个应用软体 叫Synarge Drive Share Sync NAS跟NAS间已经设定好了 这个时候设计图档 自然而然的就已经同步到下面的工厂 而且是一次性所有 它就不用去 你自己再去派发 它只要设定完之后 某些资料夹 总工厂这边放上去 下面的工厂已经拿到对应的资料了 那这是一个单向同步的案例 其实它也可以做到双向同步 那这其实可以加速你在工厂运作的 一个资料流通的方式 回到示意图 所以以示意图来说 旁边这边呢 跟这边 我的圈圈 我的圈圈跟你们的应该有一样了 这边到这边呢 其实刚刚有提到的 这个是单向同步 那其实它这里有两个箭头 它也可以做到双向同步 两边都可以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 你的总部平宽要不要很够 要 也就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些案例 就发现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你的总部的平宽 会觉得越来越loading越来越重 再来就是你的资料越来越多 你的设备要买越来越大 那台湾的平宽其实相当的贵 所以因此我们有想到一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云交给我们 因此我们Signage出了一个云端的空间 叫C2的Storage 然后这个服务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 我们就叫做Hybrid Share 也就是我们有一个云端空间 然后有一个云地混合的解决方案 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示意图 一样让大家非常好理解 好 这就是刚刚提到的总部 跟下面的分点 资料的同步 这时候假设你有分点 我们怎么做 再部署一台机器 彼此设定好 就可以做同步了吗 可是这时候你的总部 你就会想到一件事 网路如果坏掉 机器如果坏掉 此时此刻 你的同步的任务也就不见了 因此其实Signage这边 会打造另外一朵云 这是Signage on的云的空间 那这时候你的总部的资料 其实已经上云了 你分点的资料全部也是在云上面 Local的NAS你就把它想成是Catch 它就是一个快取而已 那有分点你就买小台或大台的设备 去做扩充 你也可以买小的也可以买大的 它只是差在Catch不太一样而已 那这时候你的扩充性就叫加 因为你可以买小的可以买大的 同样都可以存取云端所有的空间 成本有没有比较低 有因为你不用去管你的网路的扩充性 所以成本会比较低 另外就是当回到一样的案例 总部如果有问题了 下面那个就是总部的嘛 它如果坏掉了 或者是总部的网路出现问题了 其实各个分点还是正常运作的 所以安全性较加 那这时候其实又提到了 这个设备是云地混合 这个架构云地混合 你一般来讲你去云端使用它 你是地端的设备 去云端直接存取嘛 所以延迟性会比较差 可是在这个架构 Signage的架构里面 是你地端的设备 会再到Signage local端存取 然后local端呢 会帮你catch最长存取的资料 也就是说它只要被存取一次 你的KnightSign 任何一个device 都可以快速地在local拉到档案 所以存取的延迟性 其实是比较好的 好 那刚刚回到这个第二个点 资料的同步分享 这里就多了一个小云 那这一朵云呢 就可以跟各个设备 做资料的同步 各个设备都是来这朵云拿资料 那你的设备因此就被绑住说 只能跟这个云来运用吗 其实没有 你的设备当中 也是可以拿其中某些资料夹 跟其他的Signage LAS 做单向或双向同步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云地混合应用 所以这是我们带来的第二个在资料流的挑战 就是资料的收集 资料的同步 那接下来讲的就是AI模组的应用 那AI的模组应用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因为最近确的GPP很夯嘛 这边没有在讲的是确的GPP 不是在讲深层式的AI 我们这边回归到的 还是在做一些data的predition 为什么 因为其实储存设备在上面 扮演的角色非常的单纯 第一个 你一堆资料在储存当中 AI的data 弱data 众多 我们的困难点 通常我遇到 使用者端跟我讲的困难点 就是我不知道这资料值不值钱 但我要存它 这时候Synology其实是适合的 第二个就是 你资料突然间要拉到运算源的当中 它要非常快速的吐出来给你 那就是IO要非常的快 所以因此Synology推出的这一种设备 就是Offerage的设备 它是全部SSD快闪 那由左边到右边 也就是它的IO的能力 那你可以想想 左边这个呢 这一台机器 它可以插到24颗 那我们一颗最多插7T 那你不可能整个24颗 全部来建一个RAID 你可能会建到RAID 6 那牺牲掉两颗 再拿一颗做Hot spare 所以有21颗 24减3 21颗 那21颗你把它乘以7T 再打个折 因为你可能是建RAID 6 乘以个0.89之类的 那也将近有120T的空间 可以让你储存这种RAW data 让你拉去应用 那台湾在做AI 台湾的AI界 大家都晓得 如果在做AI的应该都知道 台湾有一个AI Lab 这位先生 在台湾AI界应该是 大家应该觉得他是蛮有名气的 他就使用我们Synard的设备 其实也就是他讲了这句话的 在AI的运算里面 大部分的BattleNet 会是因为需要把大量的资料 快速载入运算员的过程 才可以做良好的Predition 所以Synard在AI的应用 它就占了两个重要的角色 第一 我的IO要够快 第二 我的单位储存成本要够低 才可以让你做良好的AI的利用 因为你的资料量要够多 才可以让你的学习更好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 我的资料学习完 是不是可以丢掉了 其实在AI的领域来讲 因为你的AI模组是会变的 未来你的AI模组更新之后 其实那些资料你可能会想拉回来 重新训练它 所以因此其实你会很需要大量的储存 这个时候如果会后有兴趣 在这方面讨论的 我们外面有摊位 也可以找我们咨询讨论 另外是国家级的应用 这是国家高速网络中心 这个地方其实他做的就是在新竹 那他有一个算土农场 上面create了非常多的VM VM的运算 其实也是需要高IO 那这个案例他highlight的是什么 我们上面的储存设备 其实内建有快照功能 他当时就是运用快照 去把他的VM的资料给救回来 待会我再针对这个议题 再多讲一点 好 那已经回到刚刚的议题的第三个了 我们今天才讲四个嘛 结果已经讲三个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所以这边大概图也大概慢慢的看得懂 资料的收集 资料的同步 到最后这里呢 其实AI的应用就是 要有高IO的suit put 给运算端 Signage的价值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做得到 跟单位储存成本非常的低 最后我们要讲最后的议题 这个议题就是资料 先不说 大家觉得说这个议题 看到这么多的案例 会不会觉得 会不会很担心 有一天不小心落到自己身上 其实非常担心 真的是有可能的 坦白说 上礼拜啊 不是也发生了某一个国外的汽车公司 他们的使用者资料 被加密 然后被hack 被勒索嘛 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 我们也遇到了非常多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议题是 是 有没有人要 觉得要讲什么议题 我要唤醒一下各位 对 一样举手有讲 有没有人要说 都没有 大家很沉闷哦 我们的奖项呢 可能有雨伞 有T恤 还有USB 这些够吸引你吗 好 我们要讲的是资料保护 这个其实以目前来讲 大家在做ESG永续发展 这个议题相当重要 那刚刚有提到嘛 Synology做储存设备起家 我们的经验其实告诉我们 对于资料来讲 你们会在意哪两件事 你们会觉得会在意哪两件事 第一 资料的外泄 会不会很怕资料被偷走 超级怕 我可能偷走了 我要写辞呈 我可能要被告 第二 我资料会不会怕遗失 或者怕被加密 很害怕 其实也非常害怕 绝对影响你的运作的 所以跟各位要聊的 就是这个议题 那Synology做资料储存 慢慢的已经晓得 资料管理上 有哪些资料保护 我们的Tarkey有哪些 左边Synology NAS 一定要先保护好 我如果都没有办法 保护好自己的NAS 我谈什么资料保护 再来 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装置 一个是Windows Mac Ninus 有可能 因为你工厂的机台 有时候也可能是 Embedded OS 有Windows或Ninus 对不对 你的办公室设备 可能也有这些 再来就是你有VM的环境 比如说VMware Hyper-V 或是你的档案伺服器 再来可能有云端空间 现在谁不用云端 M365或Google Wallspace 这些东西 其实Synology都有打造 对应的套件 去备份保护它 好 我额外多停留在这个地方 公有云服务 刚刚有提到 Synology 在全球我们销售 超过120个国家 其实 公有云的备份 在国外的资安意识 相当有 国内这边 我倒觉得稍微不够 所以我必须要 说明一下 分享一下它 大家都觉得我用云端 可能就不太需要备份了 我举一些案例 你的员工 如果到云端 把资料给删除 你觉得他会到哪里 垃圾桶 到垃圾桶之后 云端有没有所谓的 Retention Policy 会吗 他可能时间到了 也就会不见了 这时候资料 有一天你需要的时候 员工就删掉了 这个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你会很害怕遇到 恶意员工 删了 再到之后就把它删掉 完全就不见了 它删得非常的彻底 资料也就遗失了 第三个 你一定有遇到 员工离职 你要不要把他的账号 给关掉 要 关掉后 你觉得他的空间 资料会保留多久 也是一段时间 除非你买到 unlimited的 这时候资料也就遗失了 因此你会不会需要 把资料先备份下来 其实是需要的 国外其实是蛮有这种sense 去做云端资料的备份 另外其实云端服务 它提供了SLA 叫做服务的SLA 并不保证你资料的SLA 这个其实在他的条文里面 是有写的 好 那拉回来Synart Synart这边可以做了备份 平台 刚刚有大概列了这些 细节来讲 就是举例来说 以Windows 就是从7到11 然后Mac Ninus Ninus的平台其实相当多 比如说Ubuntu SendOS 这些我们都有支援 VNware其实就是主流的两大块 VNware跟Hyper-V 再来就是 我们可以背M365 跟Google Wallspace 好 那Synart的平宽 在备份上呢 其实也会帮你做节省的 这是一个示意图 这条杠第一次 满满的杠 就是说 我们第一次是做Full Backup 后来呢 是做Incremental的 也就是说 你的异动多少 我背多少 它有什么好处 备份平宽就会节省 第二 就是你的备份效率会更快 那再来就是说 大家应该都知道 备份这件事情 很多外商设备都有做 那这边其实 Synart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 你一般来讲 备份你会想到说 买软体 买设备 算空间 我到底要背多少user 我到底要去算 我有多少的device 算一下 你要去估你的预算吗 好难掌握 这个图很明显的就告诉你 Synart只要考虑一件事 你的NAS买多大就好了 这就imply给各位一件事 刚刚所说到的备份软体 其实Synart只不收费的 我们是不收费的 我们就是卖你空间 希望你把资料 存到我这边来 我们让你更好地保护它 除此之外 存到Synart只的NAS 我还帮你做压缩 帮你做detupe 帮你做data compression 让你更加省钱 那Synart除了备份 其实做得这么优善之外 我们的还原很方便 第一个你看到这个示意图 这个示意图 下面是时间轴 所以你可以去拖拉你的时间轴 旁边呢 这就是一个档案总管 而且是网页的方式 让你可以拖拉时间轴 把档案给拉下来 所以它是档案层级的还原 所以相当的方便 你今天要还原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非常快速地把档案给捡回来的 再来刚才有提到 我们可以做整机的备份 我们当然就可以做整机的还原 那VM的还原 我们其实可以跨hypervisor的 什么意思 但是我可以是被VMware的还到hyper-V的 那Synart上面其实自己有一个hypervisor 叫VMM 就在这个套件 那因为我们是储存设备 要还原到我们的做提供服务 坦白说是不切实际的 除非你的production site的loading 本来就很低嘛 所以可以还原到我这边提供服务 那这个功能它的应用的用处是什么 大部分我们遇到的都是拿来做集合 大家会不会challenge 你的备份到底是可不可以还原 到底有没有用 那这时候你可以到这边来还原给它看 我这个备份是绝对可以按起来的 OK 好 那回归到这个大图 刚刚都有提到 再recap一下 我们可以备份云端 可以备份地端的设备 然后备份到Synartage和Lars 这时候你会想 这一张图当中 你把资料都丢到Synartage的device 开始上楼 那你想想看哦 你的可耐端可以连它 读它写回去 读它写回去 你的众多可耐端 假设有一台被指入了不好的软体 读它写回去 如果它今天是加密写回去 你的这台设备全部被加密了 那刚刚这种行为是不是叫做档案层级的加密写回去 好 我们这种快照它是block label的 所以我每次在做快照的时候 我是block储存差异化 所以今天万一你发生被加密写回去 你可以应用这个软体 本地就可以把它救回来 绝对可以帮助到你 而且很多客户真的不小心就遇到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NAS雇的好好的 但你要提供服务给别人 你的可耐端是你控制不住的 你有这么多的N device去连它 你很难去control它 骇客其实曾经就说过 我与其去破解你的server 破解你的NAS 我倒不在你的可耐端的行为 好好地破解它 因此所以才会有Npoint的device产生 所以外面的资产厂商 才会有做这种事 对不对 好 那回到这边 我们在做本地的快照 我们就可以做异地的附写 就可以做异地的备份 那这时候其实它会需要的是两台 Synarge LAS 一个在本地 一个在异地 好 可能就会有人觉得 好像被Synarge绑住了嘛 其实不会 Synarge有把资料的自由度交还给你 所以因此我们打造了另外一个应用软体 叫Hyper-Begger 就是目前你所看到的这个logo 这个套件装在Synarge LAS上面 它其实就是可以让你背到云端去 比如说S3相容的空间 或者是其他的云端空间 那当然Synarge刚刚有提到 Synarge有自己的云端空间 我们跟Prefer你可以放到我们的云端空间来 为什么 我们的云端空间的备份是这样做的 我们在这里 Local Site加密丢上来 Local Site加密丢上来 我看不懂你的资料 因为加密在你这座 然后你要把你的私钥给存好 不然丢掉了Synarge也无法解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其实我们的资料的可靠度 高达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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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可靠度非常高 那另外在云端的challenge上 蛮常遇到就是我不能跨境 我们的机房在台湾 所以也解决了你跨境的issue 那这样就可以打造321备份 回到这架构图 一般来讲你的资料 可能在这边就一份 拉到Signage NARS就两份 这边异地你可以买一台NARS 异地抄写过去 丢到云端也一份 所以有三份资料 这个图怎么看已经超过了两个媒介了 然后有一个异地 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资料保护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哪些应用案例 第一个应用案例 这是台湾的某钢铁公司 它每一个据点都有VM 所以它每个据点买了一台NARS 然后这上面就有一个小图 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 我们的备份软体 备份它的VM在每一个据点 然后集中Solon到它的总部 这样子资料来讲 其实已经有三份了 据点VM本身一个 Local NARS一个 远端NARS一个 超过两个媒介 而且一个异地 有没有非常好落实资料商业备份 而且架构又很简单 又没有很多一直性的 阿里布达的软体设备产生 你完完全全的 其实只要考虑到 怎么样使用它 怎么样去使用Zenarger NARS 使用的设备 就可以做很好的规划了 那Shiseido呢 这是在我们共用的案例 刚刚有提到我们的功能 可以做到去重复 可以做到资料压缩 可以节省频宽 所以它就讲了两个最highlight的点 速度非常快 去重复的效果非常好 那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是台湾的某IC大厂 这是一个示意图 左边这个世界地图 就是告诉说 这IC大厂其实很大啦 它总共我们备份了它 大概将近两万台的PC跟Notebook 这个案例只是跟各位讲说 这个备份软体 其实相当成熟 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使用者 去采用它 做资料保护的规划 好 我们案例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这是刚刚讲的资料收集 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图 给交代完了 资料分享 高IO的应用 AI的分析 最后再做资料的保护 我相信今天这个投影片 会分享给大家 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 都可以会后再跟我们讨论 那这时候要跟各位谈谈 Synarge销售了120个国家 卖了这么多千万台以上的NAS 有这么多的企业资料 存在我们这 我们的资安怎么做 第一个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资安团队 这个资安团队呢 它两件事 一个叫P-Serteam 一个叫Serteam 一个就是管产品的 一个是管公司的 它不隶属于MIS 或者是RD部门 直接总经理管辖 可以去制定我们公司 产品资安开发的流程 那因为有这个团队 我们才有办法加入 是第一个台湾首家CNA的 认可的公司 简单说 我们可以自己发布CVE 在台湾来讲 可以自己发布CVE的公司 在资安的水平 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 那国际有一个组织叫FIRST 是资安应变小组 我们也是它其中的一员 所以这边只要跟各位说 我们的资安 其实做得相当好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把资料 放在我们的设备上 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跟义务 要好好的打造这个团队 那我们额外做一件事 我们发奖金 我们给白猫骇客 而且我们从很早以前就做了 今天假设各位有能力 有发现漏洞 可以写信给我们 我们最高给 两万块美金 那这两万块美金 其实它是有一个背后的含义的 假设你发现漏洞 你找我 我验证真的是问题 我们会给你奖金 我们同时会跟你协商 你可不可以半年 九个月后 你再公布这件事情 那我就可以运用这一段时间 让市面上所有 几乎所有联网的Synarge设备 赶快更新 不断地告诉你 不断地发电子报给你 任何想尽办法 就是要你更新 那当白帽骇客如果公告这件事的时候 我已经比较确保 市面上所有联网的NAS 已经更新完毕了 我们有把资安这件事情控管得非常好 额外的其实Synarge可以24小时的快速回应 这是做什么可以做到的 除了刚刚有这个组织架构之外 Synarge内部有一个叫S-Bone的系统 大家觉得S-Bone好像很陌生 不陌生 大家应该都知道 Bone是什么 就是Bone表 我一个主机板上面 用了哪一个电容 哪一个电阻你都要知道 所以就会有Bone表 那S-Bone是什么 我任何一套软体 任何一套 不管是从OS 到上面打造任何一个应用软体 我都要知道 它用了哪个open source 甚至于哪一个版本 而且我这个软体出去哪一个版本 对应到哪一个版本的open source 我都要知道 这个就是在做S-Bone的系统 那有什么好处 当发生资安事件 有一个open source 大家都有用 我相信各位都会用open source 可是open source发生资安事件 你怎么知道 你底下的系统哪一个要更新 你想一下 有没有觉得很头痛 想到这件事情就很头痛吧 好 这件事情其实Synarge耕耘非常久 我们就是因为很头痛这件事 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S-Bone的系统 在内部 那当发生资安事件 我可以马上清楚 哪一个套件 或者哪一个东西 我要做更新 也因此我们可以做到 24小时之内的事件处理 做到这件事情 背后打造的 有多么巨大的F 也因此 我很希望说 跟各位分享 我们在资料管里面 我们除了可以做到收集 分享 AI应用 资料保护 可以把资料放在Synarge 设备上 这点其实各位 其实不用担心 那今天我的议程 到这边 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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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